基策的成绩放榜 在宜兰有一名妈妈是陆佩的新台湾之子 也拿到满分 家人都非常高兴 另外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在新北市也有一对 曾经巧合写错同一题的双胞胎 他们也渴望同时录取剑钟 也圆了两个人的梦想 国中基策成绩出炉 只要有400分 PR值97以上都有机会上第一志愿 也要不少的准高中生 拿到成绩单时笑开怀 其中这一对双胞胎兄弟 更是不得了 考试的时候就曾经考卷一起错同一题 这一次再度展现好默契 因为两个人都考了400分以上 我觉得错同一题只是凑巧而已 那也不是真的想法一样 强调他们是不太一样的双胞胎 不过不论如何 两个人都有机会进剑钟 继续在一起 而另外这位新台湾之子也不简单 则是宜兰鞋唯一的满分状元 412分笃定上宜兰高中 你会不会逼他念书 没有 我反而是 没有 我反而是叫他说 不要也是读书 自我要求高的还有这一位 同样是412分 想念北一女 作文题目影响生活的一项发明 写卫生纸 读到剑节 不仅顺利拿下满分 更是今年最优秀作品 就算你会说 哇 谢谢 谢谢大家